第三个 忍辱 在佛经上 原来的意思就是忍的意思 忍耐的意思 因为中国人 古代中国的杜树人 把儒看得很重 所谓四可杀不可儒 四就是杜树人 杜树的人杀头不怕 五儒不可以 所以这个翻经的这些法师的时候 中国人对儒看得这么重 就是忍儒 这是特别在中国翻译 用这个来做代表 那儒都可以忍了 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 就统统都可以忍了 这是讲狠心 你看我们要学到 要求学 你没有耐心 没有恒心 没有长远心 你就不能成功 能不能成就的秘诀 就在这个词 你能不能忍呢 你看看古人所说的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能不能忍 设在寒窗 你真有这个耐心 你去成就了 一门深入 这是持戒 没有开悟之前 就学一门 决定不学两样东西 为什么 你心里才会得定 持戒的目的是要得定 修定的目的是开智慧 所以戒是因 定是果 定又是因 开智慧是果 你没有耐心的话 你做不到